最近寒流一波波 洗个热水澡可以让身体暖和 真的是一大享受 不过今天有专家特别提醒 在洗澡时间越长的话 就会吸入越多的致癌物质三乳甲碗 这是因为自来水当中的氯挥发出来 尤其在密闭空间更严重 所以大家在洗澡的时候 最好是打开窗户或者抽风机 让空气流通一下 冬天天气冷 很多人洗澡时会多抽一下热水 感觉比较舒服 因为怕冷啊 洗澡一点会热一点啊 不过专家提醒 热水澡洗十分钟 会比只洗五分钟的时候 多吸进四到五倍的致癌物质三乳甲碗 用绿来消毒致癌水的国家 都会产生所谓的绿的消毒的残余物 叫做三乳甲碗 那这个之前陈大洋院长的研究 也发现说他会增加 使用这些水的人的膀胱癌 跟介肠癌的机会 孕妇本身特别高风险 因为专家胎儿本身包括纯恶裂 心动革缺损 以及无脑症的风险 不只是洗澡 医师指出像是烧开水的时候 或是到室内温水游泳池 都有可能接触到自来水里面 挥发出来的三乳甲碗 因此室内场所通风很重要 三乳甲碗有个特性 它从皮肤进去的比较慢 从呼吸道进去的比较快 从嘴巴进去的吸收也不好 所以为什么浴室比较危险 就是这样的 医师表示 如果闻到自来水 有很重的消毒味 就表示含氯量很高 洗澡最好不要冲太久 浴室最好有对外窗 或者加装抽风机 才能减少吸入有害物质 如果是到游泳池等场所 第一个使用者接触的 三乳甲碗浓度 往往是最高的 最好尽量避免第一个使用 记者环如陈博裕台北报道